新竹市一名二十多岁女子月初回家时,发现租屋处门口的高跟鞋被沾上疑似金叶的粘稠液体,连其他的五双鞋也有类似液体痕迹,吓得向警方报案。 警方指出,目前采集鞋上不明液体检体送宴,也调阅监视器追查厘清。 被海女子把事件PO王请求帮忙,他表示他习惯把鞋子放在套房门外,没想到月初回家时,却发现其中一双高跟鞋上面有不明液体,仔细检查一味惊艳,他吓得带高跟鞋到派出所报案。 网友痛批,这人太变态行为夸张,提醒被海女子要带房狼喷雾,最好赶快搬走。 警方表示,因套房外走到无监视器,无法马上查知嫌犯,现在正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。 警方建议,单身女性在住屋前应先打拼邻居住户状况,入住后最好能更换新门锁,并仔细检查插座孔等缝隙是否装有整孔摄影机。 门外鞋架上可刻意放男鞋,让色狼不敢轻举妄动。 新竹一名女子发现门外高跟鞋,居然沾有一位今夜年绸一体,是意图应知Mage分享。